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自己是个医生 也是个牧师 我关心一个孩子 他的全人的健康 我相信每一位信徒的父母 除了关心自己孩子身体 心灵的健康之外 他们也想要关心孩子的灵命健康 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孩子灵命的成长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做父母亲 我们如何达到养育爱主第二代的责任 在过去三十年 北美有许多非常有权威的调查跟研究 他们给的这个结论是 信徒孩子他们的信仰根基非常肤浅 以致孩子们让他们进入大学之后 在毕业之前 每四个信徒的孩子 竟然有三个会离开他们自小的信仰 这是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悲哀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些的学习里面 知道不但是了解实际的情况 也能够找到一些出路 帮助我们改变这个令人遗憾的局面 帮助我们的孩子有属灵健康的灵命 但是灵命是怎么建立的呢 信仰是如何培养的呢 为什么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 是所谓的信仰的关键时期 为什么大学是所谓信徒第二代的灵命坟场 我们一起会来学习 我们也会学习到的是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他们的灵命的特质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不愿意孩子成为挂名的基督徒 而是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他们身上 福音的种子 对神的关系 使他们成为有结果实累累的基督徒 我们也要知道 要帮助孩子清楚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 而不是因为我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而已 同时我们也会学习 主耶稣 他更是关心信徒的儿女 他重视 他祝福 他使用 他也挑战我们的第二代来委身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在讨论父母亲 我们养育儿女成为爱族的第二代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误区 我们错误地认为 孩子的信仰有他自己自由的选择的权利 我们也会错误地认为 孩子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 没有什么所谓的直接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错误地认为 教会或者是他们的朋友 对我们的孩子的灵命 比我们更有影响力 我说这些都是错误 可是 如何父母亲 能够拥有这种灵命的影响力 第一个是要付上代价 第二个呢 我们的夫妻关系 会影响我们孩子 他们的灵命健康 夫妻如果有美好的婚姻关系 就有能够为主养育爱主的第二代 当我们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亲子关系不好的时候 孩子的灵命就会打折扣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 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 为主养育爱主的第二代 是个信心的行为 而且是从小就要开始 或许你会问 你说得很好 都是爸爸妈妈一起 可是我是离婚的 我是单亲 我就没有你所说的 属灵的影响力 不是的 我们一起来看 从圣经里面学习 属灵的单亲 仍然能够有影响力 从祷告 更有果效的祷告里面 我们看见 不但是孩子的灵命 能够健康地成长 我们做父亲 做母亲的 我们也一起能够成长 愿神祝福我们的孩子 也祝福我们的家 我们的责任 是要帮助孩子 有健康的灵命 我们从自己开始 我们愿意伟生 爱主 我们来一起学习 如何为神来养育 爱主的第二代 我盼望界的这个系列 不但是对我们第二代 灵命的健康 有使命感 有紧迫感 我们也愿意来学习 如何成为神所喜悦 谢谢和神心意的 爱主的父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